我跟他一起去 被部队动电话回来的时候 听到有人喊救命声 我跟黄俊就跑过去了 看到有两个小孩 掉进了冰河里面去 黄俊就说 你在上面等我 我是南方人 我会水 我下去救人 没说完 他就要到水里面去了 就把第一个孩子给拖上来 当他坚然的把第二个孩子 拖上来给我的时候 孩子已经暗暗一息了 我顾着孩子做人工呼吸 当我缓过神 想来拉网进的时候 不见他了 胜中是永远而起了 不见他了 不见他虽然离开我们家 已经三十多年了 可是我们都常常会想起他 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 去救活了两个孩子 他是我这一生中 真的是我这一生中 最大的骄傲 他也是我们家 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36年来 我用18根点弹 改变了我自己的一生 也同时 改变了孩子们的一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